我们继续来看到 这个是外交部长吴钊燮了 好 吴钊燮之前在社群媒体发文声称 面对这些无理的质疑 他自己一定会吵到底 不过呢 他说出了这个两个字的词语 立刻引发外界的抨击 我们来看到的是 吴钊燮他面对媒体的提问 改口说 乡下人都是这样自称的 但是呢 立刻引发的是网友一片哗然 像立委张家俊就痛批 堂堂的外交部长你用词不当 好 立委陈玉珍则是嘲讽了 现在就看赖清德在就职典礼当中 到底会不会如此自称 面对无理的质疑 临北一定给你吵到底 面对中国的威胁 临北一定奋战到底 我是来自乡下 我不敢过往 我来自乡下的这个根 那我想乡下人 如果说大家也知道的话 乡下人对自我的称呼 就是用这样子的称呼 那个彩带是记者联谊会 他们对我的幽默 那我以幽默的方式来呈现回去 那就是这样子而已 没有对任何人有任何不敬的意思 越说越离谱 无钊谢 个人的造业个人单 污蔑南部人 通通泼下水 别侮辱我们乡下人 好吗 粗鲁的外交部长 无钊谢他本身 讲这个说法太过牵强 他可以试试看到我们乡下来 在我们挨家挨户 跟我们乡亲打招呼 就来用临北自我介绍 看看乡亲的反应 所以我用三字经骂外交部长 因为我们村里都如此沟通 义无不尽 法官同意吗 如此还有公然侮辱罪 不要侮辱乡下人 乡下人都有人品的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不礼貌的用词 那在乡下农村社会 正常一般也都不会用 使用这么粗鲁的语言 那他在国会殿堂这样子来使用 然后藐视国会 我觉得是非常的不理当 正常受过教育 都知道什么叫礼貌 这似乎有把乡下污名化的一种 内心或者是潜意识 没有注意到的事情 不管这样子的用语 是谁在讲 但他应该不是只有乡下人会说 因为我们的国防部长也讲了 但是你现在在的位置 对于社会还是有一个典范跟指标的作用 部长这是你期待的社会吗 本心这跟乡下有啥关系啦 这跟连池比较有关系好吗 还是塔律班就是倡导台湾八加九话 他的意思 昨天那个外交部的这个次长 又有说这个 这个什么林北这种 sorry我不喜欢用那个词 是好像接地气 那这样我们看期待赖青的中 在520救治典里会说用词用多少次 如果赖青的在救治典里自称林北 我就信你这套说法 人不要脸天下无敌 这个解释根成龙的 我只是犯了全天下男人都会犯的错 有一曲同工之妙 我认为在议场之上 以尊重国会的这样子的立场 我们不应该把这样子的发语池 拿来国会来讲 那所以我是觉得在国会在议场 如果讲这些就是发语池 我认为是不恰当 而且也不利于立法行政的沟通 立法委员徐晓星质疑了 台湾跟捷克签订的援助乌克兰的备忘录 内容是有问题的 但是没有想到最后是被外交部 以泄密罪嫌提告 部长吴钊燮在立法院背询的时候 也跟徐晓星杠上了 针对这个部分 前立委蔡政委有认为 外交部现在持续对徐晓星穷追猛打 但是越打的话 徐晓星的战力越强 声望越来越高 这场仗如果要继续打下去 那么吴钊燮肯定会输 吴钊燮本来就是斗鸡型 一个政治要吵架 吵到无厘头就很低级 政治人物不是不可以吵架 不是不可以争论 而是要在理智上面 情绪控管上面 去取得胜利 而不是在比耍坡 耍烂 讲乱七八糟的低俗的语言 好像你这样吵架王 那这样好了 吴钊燮你没事 我就建议你到蔡市长门口 去跟人家吵架 这场战打下去 民进党会输 吴钊燮会输 搞不好会获延林家龙 对不对 那就有好戏看了 这场立法院谁都输 而且这种战打下去 是捧红了徐晓星 捧高的徐晓星 使得徐晓星战力越来越强 变成魔法美少女 我觉得他现在声望是节节上升 就是根本就是台湾的一个明日之星闪闪发光 越打越亮 跟钻石一样越打越亮 这其他国民党的同志们加油 一定要让这个民进党 这个施老兵痞 这个应付的这个走之又错 这样才会尽到我们代表人民监督的责任 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民进党前副秘书长林飞凡 即将要任国安会秘书长 还有副秘书长一职了 国民党立委赖石宝直接说了 吴钊燮跟林飞凡两位战狼入主国安会 但是赖清德其实他有提到了 不排除在相互尊重 互利互惠尊严 而且不预设的前提之下 来跟中国展开对话 这个听起来好像又是在重复 蔡英文喊了很多次的不好笑的笑话 明知道两岸没有九二共识的对话基础 就没有对话的机会 因此赖石宝特别说了 这个讲这些根本就是空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